直播发企业起飞,你好,我是湘君 这一个星期的嘉宾有的是学校综合行政系统SIS的创办人 于科研Kelios 你在创业的最初期有面对些什么样的问题 很多个角度了 第一呢,就是说系统有了,要开发 开发有一个问题,资金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市场有一个问题 我就从开发先开始讲 当时候呢,我们的人手不多 我们预测呢,大概是要八个月来开发 其实到第五、第六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review 就发现到,有一位同事 他负责着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不对劲 他的东西没有up to date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没办法要施压 到第七个月的时候呢 他也可能受了压力了 就辞职了 第七个月辞职 我就跟我另外一个主管就讲 怎么办 那时候十月啊 十一月,第一间小学就是那一个 沙巴的一个小镇的第一间 小镇 对,你们第一家客户 对,第一家都deliver不到啊 怎么办 他就跟我讲说 我帮你 怎样都赶出来了 赶出来了 他就真的是日夜赶工 赶到刚好我去做的presentation 他deliver到给我 presentation顺利的做一个launching的过后 结果我的伙伴应该要提一提他的名字了 是Juan 他也因为这样子liver burn 然后禁院了两天 所以有一个强大的团队 很强大的伙伴真的是很重要的 of course 在于资金 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资金会有问题呢 因为我们低估了研发的成本 整套系统里面呢 有27个小系统 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都开发出来的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团队才几个人 三四个吧 真正写的才一两个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聘请人啊什么 所以我们的成本呢 无形中增加 从几万块 两三万块钱增加到五六万块 一个月 这两年来呢掺杂其他的费用呢 我们投入了大概一百五十万 其实之前在做保险业的时候 我们有赚到一些钱 我就觉得说 如果把五十万丢进来 应该没问题 哪里知道发展下去呢 其实是要花了一百五十万 所以那个gap很大 是 然后就想了一个方法啦 就用股权融资的方式 就稀释自己的股权 去找一些investor 大部分投进来我们公司的 都是因为我个人 可能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吧 他觉得说 我真的是在做东西 他们都在看 相信你 对对 他投的 投进来就是因为相信 所以要加倍的努力 不可以让他们失望 988企业起飞 明天同样时间 记得准时收听 Kidios的创业故事